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33南北线 我是宋雨璇 好消息 新西兰的疫苗接种即将突破10万剂的大关 目前新西兰整个的疫苗接种已经走进了第二阶段 除了在边境的工作人员还有他们的家人 以及在高危一线的工作人群和居民之外 新西兰的疫苗接种离我们普通民众越来越近了 您会去接种吗 就此问题本台记者Sara也走访了近期的一些民众 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在政府进行了这么久的疫苗相关宣传 在第一批第二批疫苗已经开始施打的过程当中 究竟新西兰民众对于疫苗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来到了一家人来人往的购物中心 随即采访了几位路人 有一些路人是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会接种新冠疫苗 但是也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对接种新冠疫苗表示了一些疑惑 大部分人的态度是等等看 他们觉得新冠疫苗的整个研制过程似乎有一些太短了 虽然他们并不排斥疫苗 但是对于新冠疫苗能不能有效或者说有没有副作用 他们似乎还是持有一些保留意见的 谢谢Sara为我们带回来的报道 当然我身边的有些朋友也在担心 说是如果疫苗护照是强制实行的话 他们将去打疫苗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他们想先看看其他人打的反应 当然我身边还有些朋友表示 他们不敢打怕打进去的是病毒 到底新西兰接种的哪种疫苗呢 他们的区别又是怎样呢 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聊一聊 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记者Sara也采访到了一位 在临终关怀安养院工作的工作人员 他已经完成了第一剂疫苗的接种 到底他是什么感觉呢 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经历 你已经接受疫苗疫苗的第一步 对 您感觉如何 我感觉非常好 我感觉比较安全 我会用疫苗疫苗的机会 整个整个程度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我们全部到处 我们都到处 有个车的车停车 有人来 你出了你的车 然后大家一起进去 从那段时间 直到最后 它非常精彩 有任何人 会不会接受疫苗疫苗? 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人 大家都很感觉 根据我们Sara采访民众的一些回馈 大家对疫苗容易混淆的是两种 一种是传统的灭活疫苗 还有一种就是mRNA性是核糖核酸疫苗 到底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张图 传统的灭活疫苗是由已杀灭的病原体制成的 主要是通过其中的抗原来诱导细胞免疫的产生 是非常成熟的疫苗研制技术 像是我们的流感狂犬病疫苗都属于是灭活疫苗 那灭活疫苗的第一步就是培养病毒 在杀死病毒令其失去活性之后注入人体来诱发人体免疫的反应 要培养病毒这种疫苗生产的周期就需要很长 产量也会受限制成本也够高 再来看看mRNA疫苗 mRNA疫苗呢是用病毒的基因为模板 转入合成mRNA也就是蛋白质来开发疫苗 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 也是第一次在人类身上使用 研发和生产不需要病毒本身参与 它的成本低速度快 mRNA不需要进入人体的基因组 也就是说它不会改变人体DNA就可以诱发抗体蛋白的合成 因此具有更为优越的安全性和较强的保护性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它的有效率接近95% 而且从免疫原理来看 它对变异的新冠病也是有功效的 研究显示接种了mRNA疫苗 即使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也不会发展成为重症 它的储存配送要求比较高 尤其是辉瑞疫苗需要在零下70度的情况下保存 那目前为止呢 我们新西兰施打的疫苗呢是辉瑞疫苗 它是mRNA性是核糖核酸疫苗 这种疫苗呢是不会将病毒注入您的体内的 所以在这方面的担心我们新西兰的民众可以消除了 那同时呢 新西兰的政府呢 在本周的新闻发布会上呢 也向另一支疫苗呢预定了500万剂 那就是詹森疫苗 这种疫苗呢是只需要您打一次就够了 那目前为止的辉瑞疫苗呢 您需要打两剂 在第一剂和第二剂的中间呢 要隔开21天 那同时呢 詹森疫苗呢 政府已经签订了500万剂的协议 它可以足够的满足新西兰全境人的使用 那辉瑞疫苗到底目前的施打情况如何呢 它有没有一些隐患呢 就此呢 我们也采访到了医生 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我们知道说平常打完了第一天跟第二天呢 很容易会有一些像说会发烧 或者是有点肌肉酸痛 有的时候会头痛 这些其实是蛮算蛮common的 可是呢 这些一两天它就会好 不会有长期的副作用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讲说呢 因为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会很担心说 这个疫苗很新 它是不是有长期的副作用 然后它到底是不是有很有效果 那我们以现在所有的证据来讲的话 它的效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以它疫苗怎么做的呢 跟它的里面的一些成分呢 基本上大致上的人都可以打 很安全 不要说因为害怕担心 或者是网络上的一些不正确的讯息 让你担心说不要打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还是要保护着自己 可能其实你身边的人都会保护 在本周稍早的时候呢 新西兰的卫生部总干事Ashley Brownfield 也对新冠疫情目前的接种情况 来给大家一个说明 那目前为止呢 新冠疫苗的接种有147例不良反应 那其中有三例呢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 那针对新冠疫苗在新西兰是强制的吗 如果不打疫苗会失去工作吗 就这个问题呢 我们采访到了新西兰马尼卡医管局委员 Paul Yang先生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首先为什么我们要注射这个新冠疫苗 主要是让大家能够在身体里面产生 这个病毒的抗体 很多人还讲是不是把病毒打进去 绝对不是 是产生病毒的抗体跟血液的细胞 而且所有在新西兰的注射全部是免费的 不管你是PR citizen或者拿其他的visa都是免费的 但是因为是一个民主国家 这个疫苗的注射是不是强制性的 但我们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接种这个疫苗 注射呢 我们分了四个不同的group 第一批人我们是以边境的工作人员为主 什么叫工作人员还有他的家属 比如说在机场的工作人员 海关人员 在机场的保安人员等等 这些在边境第一线会直接疫苗接受 就是这些病毒万一有的话 他会第一线接触的人 包括哪怕是在机场或者隔离区的保安人员 亲戚人员跟他家属是第一批 这个在新西兰大概有五万多人 那这一批人呢 是在二月跟三月其实已经都完成注射了 那也有人问说万一有的人不愿意注射 但他又难道是不是政府或者机构就把他赶出去 不是的 万一你是在机场坐着海关人员 那你有你的考虑而没有去注射的话 那你就会从原来的职务掉到不在边境的职务 并不会去改变把你的工作没有 只是会掉离以疫情的优先priority来做的 所以第一个边境人员跟家庭的这第一批 在二月跟三月已经完全完成了五万人次的 那第二批的人是我们讲的叫高维的族群 或高维的工作人员以及高维地区的居民 那这些人呢 有将近有48万人 就将近50万人左右的在新西兰 那这些人呢 我们会在三月份已经开始陆续的接种 包括这个月的四月以及下个月就三四五月 会完成这将近50万人的这个接种 第三批人员呢 就是所有居住在新西兰 65岁以上 我们其实65岁现在也不是老人家了 但就65以上 65岁以上的人员 还有包括有一些基础病例的 就是他患有癌症啊 肾病啊 或高血压啦 糖尿病这些的这些病患会有这些病状的这些人员 我们会在第三批来开始注射 那从五月份就是下个月才会第三批的才开始注射 但这一群人在新西兰预估有170万人 也是相当多的 那当然第四批就是包括我本人 包括很多在电视或电台前面的一些观众 华人朋友们其实我们都属于第四批 第四批什么呢 就是年满16岁以上没有接触 还没有接种这个疫苗的 这预估在新西兰有将近200万人 那我们这一批人呢 包括我本人呢 我们会在7月份开始注射 那政府会通知 那我们也主动的去配合 会在哪些地方可以注射呢 目前为止在社区的诊所 你的家庭医生 或者一些当地的甚至pharmacy药房 还有一些临时的一些station 好的 谢谢颇杨先生 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行各业 以及各地区对新冠疫苗施打情况的反应 欢迎回来 目前为止呢 在新西兰大家接受疫苗是免费的 无论呢 您是公民居民 还是持有临时签证 那新西兰的医管局呢 都鼓励大家去接种疫苗 同时呢 在我们的新西兰政府网站上 有多种语言的支持 可以查询到最新的疫苗接种信息 那同时呢 我们联络到了各地的记者 来看看各地在新冠疫苗施打 以及信息方面得到的是否全面 首先我们联络到的呢 是汉密尔顿的朱喜 朱喜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我知道您目前为止呢 是在汉密尔顿身边也有很多华人的朋友 在您了解看来 身边的朋友得到的新冠疫苗的最新消息 和疫情的最新消息 是否得到的其实 政府宣导的是否足够充分呢 是这样子的 那么政府呢 已经在这个电视媒体 网播 还有报纸 以及社交媒体上呢 已经在不断地宣传 新西兰的关于疫苗施打的一些情况 以及疫苗 施打疫苗的一些计划 那么汉密尔顿这边的情况呢 和全国的情况都差不多 我相信大部分的华人朋友 已经获得了这个打疫苗的这个计划 但是呢 这个情况 汉密尔顿的情况呢 可能 华人这里面呢 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这样 他们虽然知道这个疫苗呢 是辉瑞疫苗 但是呢 对于辉瑞疫苗的一些情况呢 他们还是持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 嗯 好的 谢谢您 那您觉得目前为止呢 大家去打疫苗的反馈比较多呢 还是说担忧比较多呢 目前呢 还是这个对于普通民众的这个施打疫苗呢 还没有大规模的开始 这个普通普通人 因为政府的这个计划呢 分为四个大类 那么普通人呢 就像我们是分在第四个类里面 那是最后这一类 大概从7月份大规模的施打疫苗 那么目前的目前打疫苗呢 已经进行到这个啊 医生和护士这个级别的 广大的华人朋友对于疫苗的这种担忧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疫苗的有效性 一个是疫苗的副作用 我相信可能大部分朋友关心的还是疫苗的这个副作用 所以呢 这个要消除这种大家的一些疑虑 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 那么主要是看已经施打的这些疫苗以后的反应 那么根据公布的一些数据 那么在3月6号的时候 那么已经施打了这个 大概是15000多人次的疫苗 因为这个数据昨天才公布出来 那个所以呢 这里面呢 副作用呢 就有147例 那么实际上的比例是在1%左右 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这个副作用 那这里面呢 可能会影响一些人的打疫苗的一些积极性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 和加上这个更多数据的公布 这些疑虑呢 可能会慢慢的消失 因为毕竟这147例里面 实际上只有3例稍微严重一点 但是呢 这些所有的这些不良反应 大部分出现的这个效果呢 都是有一些过敏反应 所以呢 并不是很严重 那希望广大华人朋友呢 要这个及时的这个去获取这些疫苗的这些信息 慢慢的呢 增加对疫苗的这个信息 嗯 好的 谢谢 谢谢您 那其实针对于华人朋友呢 您想得到疫苗的一些信息 或者有不知道的点 比如说您自己有一些病史 不知道该不该打疫苗 还可以去和您的加一联系 那其实在疫苗施打的情况 其实旅游行业也是特别期盼的 那就此呢 我们也采访到了基督城 那请基督城的刘春光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过去的这一个小长假里面 全国各地的景区的出现了一个久违的繁荣景象 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们都深有感触并参与其中 很多这个热门景点这个房间呢 都已经定满了 那在我们这个在这次走访当中呢 共计旅游行业里面呢 大概分三类人 对于所有的这个新西兰旅游业 以及相关的服务行业呢 大家都希望这个目前的这种繁荣景象呢 能持续下去 但是呢 大家也都很清楚 单纯的现在靠现在本土这个本土旅游业啊 毕竟呢 这种现象只是昙花一现 所以这个疫苗的全面快速推进啊 算得上是人们现在目前为止比较期盼的 也是唯一的希望 有一位旅游公司的负责人 他就这样跟我说 他说目前为止除了疫苗 这一颗救命稻草以外 那我们还有别的选项吗 没有了 所以全部的希望都在这了 那在南岛呢 就是很多这个华人旅游从业者啊 在疫情过后呢 很多人都已经转行了 他们就在说 说目前啊 看上去这个旅游行业 旅游市场在有所上升的趋势 澳心互通啊 也马上都开始了 但是呢 说到底这些跟他们的关系呢 并不是很大 他们更盼望的就是 疫苗的施打速度和效果 这样呢 才能有希望说 国门早日的全面开放 毕竟这个没有华人 这个华人旅客 还有国际旅客的话 对于这部分从业者来说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那还有一部分人 就是一些普通民众 就像我在基督城 一个热门景点 看到一位工作人员 他来自英国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现在疫苗呢 给英国带来的就是 疫情已经在稳步的下降了 那我现在盼望的 就是疫苗赶紧起作用 然后国际互通 我并没有什么大的观点 我不考虑什么经济啊 旅游业啊 我就是单纯的想家了 所以说整体的来讲呢 人们对疫苗啊 都是抱有很大的期许的 有的就是为了工作挣钱 有的就是单纯的想回家看看 所以其实也就是这么简单 好的主持人 好的 谢谢春光 那春光目前位于的是基督城 那目前为止呢 基督城看来很多的旅游业呢 都希望赶紧施打疫苗 这样呢才可以重振旅游行业 那对于高校行业呢 其实在新西兰也是非常受影响的 因为目前为止 很多的留学生都没有办法 入境来就读 那针对这一问题呢 我们也看看我们黛尼丁的记者 蒋家琛先生 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嘉琛你在吗 我在 主持人你好 你所在的地方现在是黛尼丁 我们知道新西兰黛尼丁 有很多高校都坐落在那里 那目前为止 你所了解到的教育行业 大家对疫苗施打的 期望是什么 那如果说疫苗一旦打了 这些留学生是不是就可以回来了呢 好的 这周呢我们采访了 奥塔哥大学 奥塔哥理工学院 还有几所就是奥塔哥 戴尼丁地区的高中啊 然后我们也是问了 他们的负责人 就关于这个疫苗施打以后 是否可以让留学生早日回来 他们共同的答案 都说当然打疫苗是一个 势在必行的措施 但是是否可以让留学生回来 完全取决于政府 是取决于政府 什么时候开边境 什么时候移民局可以发放签证 让海外的留学生 可以早日回来留学 这是最主要 就是最关键的 目前我们所了解到啊 就是对于奥塔哥理工学院来讲 由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 边境关闭 他们的这个留学生的数量呢 基本上少了50% 但当然了还有一些 就是在封国之前 就是通过不同的途径 就是赶回了新西兰 除了这些人以外呢 他们的下降 就是基本上是50% 但是疫情开始以后呢 高等院校呢 就开始了网课 但是网课的进度呢 基本上可以挽回28% 但是对于新的留学生来讲 确实实目前 没有办法再招新的了 所以现在对于他们来讲 也是啊 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也是啊 希望啊 这个疫苗施打以后 可以让政府做一个 尽快做一个决定 开放边境 让更多的留学生 可以来新西兰留学 嗯 好 谢谢佳琛 同时呢 谢谢我们各地的记者 为我们带回来的 不同的情况的反应 那疫苗施打呢 现在在一步一步的推进 同时呢 疫苗护照的讨论的声音呢 也越来越响了 到底什么是疫苗护照呢 疫苗护照其实不是一个护照 它只是一个健康的证明 在这份证明上呢 上面会有着 您是否施打过疫苗 您施打过哪种疫苗 您是否有相关的病史 等具体的信息 那么在欧盟国家呢 他们已经开始 产生了很大的讨论 同时呢 加州也在下周 要开始推行疫苗护照了 那新西兰呢 目前和澳洲的旅游Bubble 也要即将开始了 到底疫苗护照 存在哪些问题 或哪些机遇呢 就此呢 我们对话David老师 来一起讨论一下 相关的问题 David老师 目前呢 由于每个国家的疫情 都不相同 那推行疫苗护照 您觉得它的难度大吗 是的 那单来讲呢 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这个疫苗护照 这四个字也浮上大家的这个眼中啊 但疫苗护照不是像我们真正出国大家拿的护照啊 它实际上现在来讲在手机当中的一个电子档啊 那对于这个所有的人来说呢 电子护照并不是只用在出国 而是可以用在 比如说你去看电影啊 你去健身房啊 你甚至去住酒店啊 这种大型人比较多的地方 因为对大家来讲呢 实际上是互相的保护 但来讲电子护照这东西现在刚刚开始 各个国家呢 还没有一个标准啊 那当然有些国家可能又基于个人隐私啊 会有一些担忧 但是整体来讲 我倒认为推行到全球啊 实际上虽然有难度 但是呢 要有时间 应该可以慢慢的去实现 嗯 那戴威老师目前为止呢 对于疫苗护照 大家讨论度极高的 就是个人隐私会不会泄露 会不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问题 那一旦如果推行了疫苗护照 您觉得它的负面因素有多大呢 好的 那当然来讲呢 疫苗护照这件事情 实际上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啊 WHO啊 也做了声明啊 在这个联合国官方的网站上面 可以看到呢 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 对于疫苗护照这个东西呢 它的担忧是 因为现在全世界 实际上虽然啊 已经打了大概6亿多针 打出去了啊 但是距离全世界有70亿人口 这还是一个蛮蛮遥远的目标啊 那如果现在呢 这个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就支持疫苗护照 可能会让呢 很多 比如说发达国家 或者有钱人 他可以先打疫苗 他可以持有这个所谓的疫苗护照啊 这个通行世界去任何地方 那没有钱的人 没有钱的国家的这些人呢 可能甚至他连住酒店都不行 因为他没有疫苗护照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呢 是比较持暂时保守的态度啊 认为疫苗护照不能够代表持有者 就是绝对的拥有安全的身份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来讲现在疫苗呢 虽然现在大部分有四种比较热门的疫苗了 那当然这个另外还有中国的三种疫苗 还有俄罗斯的疫苗 那这个疫苗哪一种疫苗 是不是就是代表绝对的万无一失 打了以后不会再感染 到现在医学界都搞不清楚 所以呢 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情况之下 那这个隐私性啊 还有他的将来的可以这个发展性呢 也就变成大家现在稍稍会比较执意的地方 当然我想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顾虑啊 是有其必要的 嗯 那戴卫老师就您看来啊 如果大家都有了疫苗护照 是不是我们的旅游业就可以恢复往日的一个繁荣了呢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因为在后疫情时代呢 我们发现呢 全世界有很多事情是原来啊 我们认为不会发生或不可能或不需要的东西啊 现在完全这一年当中颠覆了我们的思维 那大家回头来看呢 疫苗护照这个东西啊 虽然短时间在推动上有一定的难处 嗯 但是呢 就长久啊 这个来看的话 这个疫苗护照实际上应该是一个 必然会成为每一个人必须要这个持有的一个 身份证明的一部分 因为随着疫情的发展啊 当然现在有一个比较难处是 南半球北半球各种因素 疫苗的这个 现在也没全面够施打 那新冠病毒是不是能够真的这个平息下来 因为我们也看到在这周巴西还有4000人 一天内死掉4000人呢 对不对 全世界有1亿多人感染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啊 但是对于未来来说 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三五年当中啊 疫苗护照绝对会成为每一个人这个出门必备的一个证件 对好的 谢谢戴卫老师 那目前为止呢 疫苗护照的全球公认呢 在推行上的确是有难度的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呢 全球疫情的阶段呢 都处在不一样的阶段 就比如说呢 现在北半球 现在疫情状况好转 施打疫苗状况也不错 可是南半球呢 进入了冬天 又进入了流感机 会不会又引起疫情的反复呢 这个大家都要拭目以待 同时呢 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疫苗护照在未来一定会在一个相对合适的时机而推出 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您在机场或在边检的门口 大家就会问 请出示您的疫苗护照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